台南地檢署今天将民进党籍台南市副议长郭信良及助理郭仲敬提起公诉 警方认定郭信良涉嫌以职务之变违反贪污至罪条例和涉嫌诈欺取材 犯下西门丁双施命案的陈福祥落网 但犯案过程却交代不清 警方查出一名小弟林俊在脸书上详细揭露陈福祥交办的事项以及金钱戏目 怀疑这位林俊可能就是陈福祥的账房 不排除他也曾经参与讨论作案过程 将约谈他道案说明 台政部严宁预计今年10月 脚电费 水费 电话费等公用事业都会开立统一发票 今年发票开立的张数会因此暴增 不过发票数量增加 但是在统一发票的总奖金没有增加的前提之下 民众统一发票对讲的几率恐怕因此降低 美国太空总署去年7月 从国际太空站拍下了台湾的夜景 照片中可以看见台湾西半部地区夜晚灯火通明 北中南三大都会区最为明显 东半部以宜兰领头 用金色的线条勾勒出台湾的东海岸 搭配北部外海作业的渔船 犹如洒在海面上的点点星光 台湾靠着灯亮围成美丽的番薯形状 现在在电视整理报道